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雷 今天过得好吗 那之前呢 我和大家分享过一次 十一个月宝宝一日三餐的内容 那就这个话题呢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岁宝宝一日三餐吃什么 好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继续收看吧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 今天宝宝要吃的早餐 那之前也有介绍过一部分 首先呢就是酸奶 酸奶我使用的是深入100% 而且是完全不加糖和添加剂的 那为什么用深入100%呢 就是为了就是能够让它口感更好一点 宝宝吃起来更舒服一点 然后呢这个是加在 就是酸奶里边的苹果泥 是之前已经做好的 然后呢这个也是加在酸奶里边 一起的大豆粉 然后呢就是它是为了能够保持 就是宝宝补充铁粉 而且呢有一股就是很香的那种香味 然后呢是香蕉 还有这个北海道的蛋糕 cheese cake 那它就是说 如果说对气质啊 或者说是鸡蛋啊 有过敏的宝宝呢 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然后呢我最近就是说 可能会在它早饭里面 稍微加一点 就是小零食 那我知道这样可能不太好 因为我们就是说 下午是没有吃偶牙齿的时间的 所以说我在早上可以给它加一点 让它早饭也吃得能够开心一点 好那我们就开始进行装盘吧 那这个呢就是装盘后的样子了 这个是刚才介绍的cheese cake 因为它比较软 所以说非常适合宝宝吃 然后呢这个是掰成一小片一小片的香蕉 这个就是手牙齿小点心 好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做酸奶 首先呢就是一般是摇三勺 看它比较软 还是有点厚的 不是那种很稀的 然后呢倒入苹果泥 苹果泥呢我刚刚有加热过 因为酸奶很冷 苹果也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如果说直接给宝宝吃的话 就是不太好 容易拉肚子 稍微加热一点 好然后我们搅拌一下 那最后呢再加入一点大豆粉 好然后就搞定了 好下面要端给我们家宝宝吃啦 那在他吃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准备我的早饭了 好 我们一会儿见 下面是早餐小知识 那一般呢 早上我会尽量每天给宝宝吃酸奶 是因为能够保持他的一个肠道的蠕动 促进排便 防止便秘 那不知道大家的宝宝怎么样 我们家宝宝就是如果说便秘 拉不出来的时候 他会心情非常不好 然后在那里小哭小闹的 然后有时候好不容易拉出来的时候呢 你给他去换尿布的时候 会发现他小屁屁两侧有点摩擦 摩损甚至有点出血的样子 我看了都感觉非常心痛 非常容易红屁屁 所以说我给他吃 就是说保持肠道蠕动 防止他便秘的话 这样就是也可以防止他 一个红屁屁的一个产生 那有时候呢 就为了变花样 偶尔呢 会给他吃一些蔬菜汁 或者说是果汁 也相对的能够提供一些 就是说保持肠道通畅 但是呢 就是说虽然是给小孩子吃的 但是毕竟呢 就是里边会有一点点糖 所以说 我觉得差不多这么高 一个大小的一个纸包装 就是说如果打开之后呢 放冰箱可以保持保持期 差不多一到两天左右 所以说我这样一个小包呢 会给他分两天喝 这样的话呢 可以保证糖分的一个摄取 也可以防止他的一个肥胖 那还有就是说 日本人呢 其实非常非常喜欢喝茶 那他们小时候给孩子 给宝宝喝的 经常会喝那个 大麦茶 那我有时候呢 会给他喝一点 但是毕竟有点苦 他其实也不是特别喜欢喝 那我觉得酸奶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午餐时间到了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午餐内容 首先呢 就是白米饭 也是之前做好的 放在冷冻室里边 然后先拿出来加热 还有呢 就是两个菜 也是冷冻之后之间做好的 首先呢 第一个是 那这个白色的呢 就是日文里边 就是我们在关东煮的时候 观众会吃的 就是它的成分呢 就是鱼类 里边就最多的成分 就是白生鱼 那对于宝宝补脑子很有营养 还有这个黑色的呢 就是日文叫Hijiki 它其实就是藻类 褐藻类 褐色藻类产品 它非常容易补铁 所以说我也架在里边 然后第二个菜呢 就是一个 有豆腐肉米混在一起的 一个就是可以 或者这个饭一起吃的一个小菜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为了防止它吃饭 就是口渴嘛 然后就是有一个明智的一个 Ichi gore 就是草莓牛奶 有时候可能会有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就是小时候吃早饭 就是早餐点上面 那个草莓牛奶的味道 好 那就是今天的午餐啦 非常简单 非常方便 但是呢 也非常有营养 饭 我会吃饭 吃飯啦 吃飯啦 我們一會兒再見 拜拜 午餐小知識 那在午餐的時候我所用的冷凍的 我之前做好的東西呢 我之前也說過一般它的保質期 也是有的雖然是冷凍的 一般差不多是五到七天之內 你要把它吃掉 那還有一點呢 就是說放入雞蛋的東西 就是盡量不要把它放到冷凍室裡 因為就是說會破壞雞蛋的新鮮度 而且雞蛋特別容易變壞 所以說如果說要加入雞蛋的話 我會把這些冷凍的東西加熱之後 把雞蛋新鮮雞蛋直接下入到裡面 直接給寶寶食用 這樣的話既可以保證營養 又可以保證一個東西的一個新鮮度 晚飯時間到了 好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的晚飯 今天晚飯呢是吃麵 那我用的呢就是這種生麵 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那我之前用的是專門給寶寶吃的那種麵 嗯 也還好 但是呢就是說價格明顯要比就是一般的 我們平常吃的這種麵要貴很多 那等寶寶現在就稍微大一點呢 我覺得就是跟我們成人吃的東西一樣 也沒什麼問題 然後給大家稍微吃過一點之前 也發現沒什麼問題 所以呢我就用這個 這個呢相對來說就是比較便宜一點 性價比也比較高 那我現在呢用了這個 然後呢用這個 就之前介紹過的就是說 超市裡買的腐蝕 就是可以直接加進去 這個是做一個底料 加一個味道 它就是沒有飯的 它就是有蔬菜啊 還有那個魚的成分在這裡面 然後呢這裡就是我自己冷凍的做的 添加輕趣的 就像我們包餃子 蟹總歸 這裡的蟹肯定少 自己要加一點 那我加的是 鮭魚 自己做冷凍好的 把它尿醇 就是倒成泥 然後這個是胡蘿蔔 還有那個菌菇類的東西 那這個用的那個裡面的湯呢 是我之前煮洋蔥的時候 煮出來的洋蔥湯 然後呢這點材料 全部加到這個小鍋裡 那這個麵呢我剛剛已經用熱水 就是超過一次了 然後放到裡面 然後把剛剛介紹的材料 全部倒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個呢就是剛剛就是 腐蝕的素食袋裡面 倒出來的東西 然後呢我們再加入自己的配料 然後呢我最後還有撒一點芝麻 就是又有芝麻的營養 而且可以添加一點芝麻的香味 好然後把這個加熱之後就成形啦 那還有呢今天的水果呢 吃的是草莓 我已經把它事先就是切好小丁了 這樣寶寶就是又好拿 而且又比較好吃 好那我們待會兒做完之後 就要開吃啦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內容啊 希望對你在準備寶寶腐蝕的時候呢 有所幫助或者說參考 那以後呢我也會 多多更新這方面的內容 那還有再過一段時間 我們家寶寶就要開始學習 用勺子用叉子開始吃飯了 我也會拍一些寶寶吃飯時候的一些小視頻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好最後祝你們每天好心情 身體健康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小 dinheiro Eğerikảo 周恩 websites 有ishops 你可以 賺可以 有沒有 登 Who 也是 rent 感谢观看